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星穹铁道银河球棒侠传说 火山星球试用队伍打法攻略 七子,黑塔,林壳 露哥活动到星穹铁道2.2活动攻略 和棒球侠传说 新手教程就不录了 跟着直音走就行 火山星球,带三个试用 最后一个可以带个佩拉 或者其他生存位 这关伤害主要靠选的武器 仍能站住就行 这活动一关很长 而且给的武器也是随机的 悦梦这里就主要说通关思路了 操作方便 配亚金居花自动就行 伤害来源是武器 站了一下 你不行 逃不动 选武器的时候 优先选这个人人为我 如果没有随机到 就选其他带召唤标签的 逃不动 逃不动 很好 战斗是一场射击 这样标志的表示有共鸣 记得选一级触发共鸣 然后把人人为我升级到八级 后面就是挂自动 升级武器了 撕对手人人为我就选 撕往标记金朋友就选 其他这样的话呢 也就选一块的反击时间了 一直升到八级 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云瓦 也包括我 好了 这里月梦点到八级了 然后选这个传说武器 这样就实力大增了 接下来合成另外一把传说武器 月梦觉得好用的是寒霜灭火器 选一个踏火冰焰共鸣 然后把寒霜灭火器升到八级 拿第二个传说武器 主要就是把武器合成到传说 大家看随机给的武器吧 用别的也没差 之后效果大概是这样的 宣誓终权是对不到吗 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云瓦 也包括我 嗯 一天啊 虚出全力吧 嗯 身往标记激活 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 打得很轻松 我不定的 用万分拿满 绰绰有余 都看到这里了 求个免费的赞呀 对了 这里说一下 也不用一次打完一个星球 中间的精英节点打完都是有存档的 大家加油 拜拜 等你 每天再见 就等下来 很轻松 我先练走 我先练走 而且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